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当年拜尔离开司法部之后留下的一个特别检察官 特别调查员巴勒姆 他专门调查在2016年所谓川普通俄门的事情 川普通俄门的事情 以及当时的克林顿的电子邮件门的事情 这其中深入的就是FBI的做法 使得在2016年大选投票前后出现了这种非常大的风波 而FBI在后来的时间里我们看到是深层政府的主力 而且FBI的核心的人物对川普都是不利的 就是跟川普对着干 那达勒姆呢很难说他是跟不是 很难说他是和不是 他只是做了一个独立的检察官 那独立的一个调查 司法部调查的人 那他的身份促成呢 拜登对他无可奈何 这是美国司法系统当中的一些特权 就是拜登对他没有办法 新任的司法部长对他也没有办法 所以这是当时巴尔离开之后 离开之前呢留下的一个故事 而这个故事有点类似于2017年川普上台之后 那当时的奥巴马留下了另外一个同样的独立调查员 去调查川普的通俄门 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这是美国司法系统特点 那特别调查员针对一件事情 进行特别调查 任何国家的权利者没有 在这件事情没有答案之前 是干涉不了他 那如果具体干涉的话 就是司法部长有权罢免他 但必须是以书面的形式 指出他所犯的具体错误 那个难度就比较大 大概他的系统是这么来的 结果达勒姆 那刚才下午呢就扔了一个炸弹 这是扔了一个炸弹 在此之前川普一直在在嘲讽他其实 就说你调查半天花那么多钱 也不见有什么结果 因为在这件事达勒姆这件事情上 川普是受害者 川普是完全是结果应该是对他的方向 是揭示出川普遭到侮辱的一个真相的方向 所以达勒姆刚才宣布呢 对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律师进行抓捕 那要控告他 已经是控告他 控告他为FBI做伪征 为FBI做伪征 欺诈FBI 那欺诈国家的侦探系统FBI的话 这是重罪 那而他关键这个人的身份呢 他是希拉里竞选团队的主要的律师 所以箭头就指向了希拉里 但故事没有碰到希拉里本身 而是只是说他那个人做伪征 所以这就成为了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各家媒体的头版头条 我们现在用的是福克斯新闻网的头版头条 克林顿竞选律师迈克尔 叫萨斯曼 涉嫌在通俄门问题上 向FBI撒谎作伪证 从而被起诉 他撒谎作伪证呢 他同时这里面包含着 他栽赃川普 栽赃川普 所以这就变得怎么说呢 我只能说说不好 因为按照川普的说法 美国司法系统有两级司法系统的话 这就说不好 起诉书指控他 隐瞒为克林顿竞选团队工作的事实 然后提到说 同时推动调查当时的川普 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 出现了一个相当 就是利益冲突了 他是 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的律师 那在作为与希拉里同为竞选 美国总统的这个川普 他理当是回避的 他应该是 这是一个利益冲突的问题 他理当回避 他没有回避 他进行俄罗斯的这个通俄门的调查 所以这是撒谎了 而他没有去讲 他是这个希拉里的竞选团队的这个律师 调查起源 启苏书在五年诉讼有效时期前几周提交 现在是九月份 那到了 到了投票的时候 那一年投票的时候 是11月7号是几号 所以你就是 可不可以还有几周 因为等到那个投票期结束就全没了 他的公司之前 这家就这是这本 他公司之前是代表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 而19年9月告诉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 James 叫贝克尔 说在对川普进行调查 他不代表任何人 他没有任何不当的行为 却隐瞒了他跟克林顿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是一个隐瞒的问题 那也就变成了 那这样的隐瞒呢 在他的级别来讲 就是作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律师 和希拉里克林顿的律师 他这样的隐瞒就带有一种职业上的故意 对吧 他不能说我不清楚 我不是故意的 我对司法不是很清楚 好吧 这利益冲突我也不清楚 他肯定这些借口都没有 所以即使他有这些借口也是无济于事的 人们只能说他更麻烦 所以支持他 这是主要的罪行 那他的律师 萨斯曼律师说 他没有犯罪 毫无根据 史无前列 是偏离司法部 本应该以非政治性原则性 我们相信他被指控 他将胜诉维护他的生育 这基本就完了 所以这篇报道的中心 是他所犯的罪名 那所犯罪名 这里面就 我想从他的司法角度来讲 他就可以往下隐身太多了 因为他不但隐瞒了 自己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工作 也为希拉里工作 反而他扭不了来 又去栽赃 就是涉嫌栽赃 川普所谓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那他就是罪名就很大 就等于是跌了一层又跌一层 再跌一层再跌一层 对吧 那你先他现在的罪名就是说 司法部对他罪名说 你FBI在询问你的时候 从职业道德跟职业规范的角度来讲 你就应该回避 而不是说协助调查川普的通俄门 所以他没回避 对吧 这是一层罪 那另外一层罪就说 那你明明作为这么一个职业律师 你明明知道这是一个不应该做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你撒谎 对不对 那你这样的撒谎的目的是什么 那打成官司起诉了 起诉他 他就要在法庭上跟法官讲清楚 你为什么这么做 那如果说 你曾经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律师 那你FBI在调查相关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回避 我不知道 他也没问我 对吧 他没问我我干嘛要说 我以为跟着没什么关系 我们很多大陆朋友处理这种事情 装傻 基本都是这么装傻 不知道 没事 就这么回事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我个人觉得就看他怎么答了 但是呢 这个做法 这个做法和将遇到的法官会怎么判 不清楚 他关键就是他的延续性会延续到哪 就是你比如说 当定他有罪 那法官就应该查他 你为什么 你是处自于个人的目的 还是被人驱使来做这件事情 那被谁驱使 克林顿驱使你 民主党的全国委员会的谁驱使你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这个盖的一阶就是一连串 所以现在的新闻 大多就是报这个新闻 没有往下再延伸 因为我相信 作为那个大的英文媒体来讲 他要去查相关的资料 首先他得找这个律师 曾经做过什么 干过什么 他替克林顿做过什么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慢点 爱 无论